这个鸡腿太香了 我今天的想法是 如果我买不到这一家的鸡腿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回来了 但是现在挺早的 我觉得今天买到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就是这个大鸡腿 让我来了一次没有吃到 我今天再来第二次 广告的唐家巷里面进去 一个人都没有喂 我去问一下 你好大爷 是不是要先拿号啊 现在可以拿吗 那大概要多久才能够拿号呢 3点50分过来拿号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要先扫10分钱 拿到号了 6号要等多久啊 就前面有6个人 一个小时做八九个人 都等不及 这个号的都不是几周 两个小时 可以开始点了吗 我要两个鸡腿 然后三串年藕 要两个鱿鱼 然后要一串豆腐 要一串面筋 两个鸡腿 鸡排 要两串鸡皮 这个要一个吧 这个试试吧 谢谢啊 谢谢啊 终于买到了 赶快回家吃 我怕它不碎了 快点点 到家了到家了 我先把鸡腿拿出来 鸡腿一号 我感觉买到这个鸡腿就像中奖了一样 面筋 面筋 豆腐 我已经不行了 鱿鱼跟 这个叫什么 不知道 干净干净 还有莲藕 这个就是特别有名的鸡腿 先来个大鸡腿 我先吃两口 我觉得这就是打的比较老 就是干香干香的 好吃 真的不错 这时候我们回来大概有25分钟的诺程 它没有那么脆了 我在店里面买到的时候 当时就吃了一碗 干杯 这灯光 这肉快活 再来尝个鸡腿 这个鸡腿好像也是比较活的 马脂冒油 它这个鸡皮就是特别酥脆的 咬一口里面的油脂特别的旺盛 排队一个半小时直了 它们家里奥也是我特别期待的 这上面都是有果粉的 其实我觉得 这个炸鸡的味道 我觉得就是小时候的炸鸡的味道 小时候像这种 味道其实还挺多的 但现在长大了之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像这种 小的面就少了很多 好快把衣服搞油了 你们如果要去的话 最好是3.40一定要到那 因为3.50它就要开始挖号了 它这个藕是脆的 这个是臭豆腐 不臭 它有汁水 它里面很薄 但是咬一口的话 不知道是豆腐的汁水 还是说是油脂 就是外焦你愣 如果现场吃可能会更好吃 这个是鱼排 都是用小刀给它划开来炸 鱼排我本身就挺喜欢吃的 麻烦你要不要也喜欢吃 鱼 鱼 鱼就比较了 确实这个鸡肯真的很绝 最后得吃 这个是我不知道这种名字 一块骨 一块骨 一块骨还是两块骨 忘了 好鲜 再来尝一个素鸡 素鸡 跟它豆腐还是挺像的 但素鸡的骨蛋会更嫩一点 嗯 哦 这个骨头太香了 嗯 嗯 嗯 你怎么了 你吃这个 你吃这个 连骨头都炸香了 上口套餐 我在买第一次没有买成功的时候 我当时回来的路上我就发誓 我说我再也不去买了 结果这两天 基本上每天晚上我都会刷到这个鸡腿 然后我就盯着这个头去反复看反复看 然后最后还是忍不住 还得想去买 因为我想吃一下它到底有多好吃 最后再吃一个面筋 嗯 我做一下 你先看看 我吃鱿了 你也是吗 你也是吗 我来自然之间